親愛的觀眾,大家好!歡迎光臨渣地的《月如天地》! 記得訂閱我們,隨時掌握《香港娛樂圈》最新動態! 接下來有個開心的消息要同大家分享! 最近傳出勁料,當家花彈羊兒榮獲忠樹佳之妖! 仲返故土TVB開工拍新劇《黑色月光》! 據悉,這套劇乃黑暗榮耀一番新主意! 由頭到尾都是講述女主角覆仇的故事,可以想像我們的時候楊兒加入! 火花一觸即發,震撼滿分! 不過一提到楊兒,不少粉絲都會為他感到心痛! 據聞,楊兒今次反TVB開工,不少都是為了支持夫妻羅仲謙 當初退去電視紅人光環的楊兒,工作機會自然變小, 生活所需變得無所適從! 而他老公作為行內二三線演員,收入也未必能完全支撐家庭! 為了家庭,楊兒捨得放棄無數工作機會! 但心底仍愛氣如名,所以不斷尋找機會仲返螢光幕! 今次,TVB為楊兒打造的港版黑暗鳴耀中角色, 以及與林夏梅的對手戲已經引起了不少的關注。 林夏梅方面都說聽到消息後,對與楊西搖合作感到無比期待。 大家都清楚楊兒的演技是出眾的,在TVB五小花之中都是實力擔當。 曾經說過,結婚時不僅無聘禮,還要自己埋單辦婚宴。 早前傳出,連婚房、車婦都一手包辦。 楊兒說許有過事後榮耀,但她都是經歷過多年識婦嬌成婆的階段。 1999年出道,歷經十三年苦戰,才贏得事後桂冠。 拼命三娘楊兒當年因為公開與老公羅仲謙的戀情,面對媒體不斷追擊,事業也曾一度受影響。 當時應該都是因為他們兩人公開戀情的方式太高調激烈了點。 記不記得2012年9月那次的事,羅仲謙開車送楊兒返家。 結果路途中楊兒整情趴在條腿上,被狗仔緊追不放。 當年香港媒體形容那場面時的詞句是,隱約間見到謙仔跨下有意。 楊兒更不時抹嘴,描述當時是相當的引人注意。 楊兒對於媒體的失實報道公開表示不滿。 直言質疑記者們的職業操守,媒體的同行都應該講求良心,不應該歪曲事實吧。 羅仲謙責在事件中扮鴨仔,不對的話都承認,說:"其實在那件事上我都有份責任。 當時看到他醉倒在我大腿上,我只顧他的安樂了。 無即刻扶他起床,其實我應該幫他去後座坐定定。 我們之間無發生報道裏面所說的事, 這些事我們是絕對不會做的。 真正發生什麼事,只有當事人最清楚。 小片只能是倒在當時的照片給各位看。 大家自己理解啦。 媒體對於楊兒和羅仲謙的關係,那些標題和描述, 令人覺得他們對這對情侶不是太憧憬。 反而有種等體好戲的嘆氣聲。 翻渣羅仲謙的歷史,令人對楊兒投入這場感情更感觸良多。 提到31歲的羅仲謙,他引以為傲的地方實不順適於40英寸的空機。 幾乎每次他出現在螢幕前,必定有場面展現他的見美身形。 但如果不以為進朗外表和見石肌肉就等於安全感, 那你可能無留意過去報道過的新聞。 提到羅仲謙曾經對前女友富榮出手的事件。 當年的報道透露,傅榮身上多處受傷,甚至有顯著的羽傷。 上過斧頭的傅榮最後對羅仲謙的行為作出公開譴責。 我聽過的謊言,給過的次次機會。 哪怕最後揭穿他的背叛,都換來他的無情對待。 然後他說是我錯,怕人。 傅榮與羅仲謙交往期間不止一次出現打鬥。 據知,二人曾因小爭吵而動手。 甚至因為懷疑出鬼查看手機之事惹怒了羅仲謙。 這段感情中,暴力成為了他無法迴避的疤痕。 而在鐵拳下,傅榮竟然還事說不後悔愛過他。 令人不禁猜想,是否所有愛上羅仲謙的女子,都不可自拔。 葉內傳言,羅仲謙動手打女人的原因,可能與他的感情生活複雜有關。 在未分手前就開始追求富榮。 與他交往期間卻依舊與前女友保持聯繫。 客然是兩面派得狠。 在香港娛樂圈女,羅仲謙身上的八卦標籤仰怨不少。 俗稱雜游我狼的他,傳聞中與無數女子傳過緋聞。 談過的戀愛,連十隻手指頭都數不完。 據說四年內竟然換了十三位女朋友。 平關每隔不到四個月就換一個。 嘩!真是掃到手都累。 除了緋聞不斷,仲謙更是一位口花花技高手。 吳小時裝無得兒都忠過他的甜言物語。 患有,他曾經捐入娛樂界軍動一時寄猛男染趙風波, 被疑於某些男士之間有點曖昧不清。 不過,自從遇上了揚兒之後, 羅仲謙似乎安定了很多,開始努力洗脫色狼形象。 在公眾場合細膩表達對揚兒的愛慕, 並自稱是一個令人安心、寄好男人, 即使手頭不寬喻, 但都會努力買新專家和玫瑰花。 只為取悅心愛的揚兒。 仲謙對揚兒特別寵愛, 可能與他寄成長經歷有關。 他的母親十六歲嫁人,十八歲時生下了他。 不過當他八歲時父母就離意。 自此之後,羅仲謙只能跟伯父生活, 決心無愛二十多年。 而揚兒對他來言, 猶如帶他五歲寄姐姐, 特別能觸動他的心。 有傳言指揚兒和羅仲謙的媽媽長得很相似。 不過,江山易改,本性難兒, 雖然有了揚兒。 羅仲謙劈腿記新聞仍然不時見諸報端, 戀情公開後不久, 就有爆料他和前女有關係未了斷。 在拍戲過程中, 小男生羅仲謙有時可能會入戲太深。 這些新聞報出來後, 身為女朋友的揚兒怎會不生氣呢? 原場還要親自叮場。 後來羅仲謙又被碎上了 和新生女演員蔡師貝有染。 揚兒要求他斷絕關係, 但兩人似乎一直前面不清。 揚兒大怒之下, 甚至要求取消婚約。 羅仲謙並不是特別富有。 兩人共足的愛巢實際上是揚兒出資六百萬購買。 有傳揚兒為了結婚, 再次出錢賣新屋, 準備了兩千萬的物業造嫁妝。 但是婚姻的幸福溫度, 始終只有當事人最清楚。 而對於他這位老公的出軌和家報傳聞, 也事之前粉絲不看好其婚姻的原因。 如今揚兒重返TVB, 作為觀眾記我們, 都為他開心。 他的演技和實力, 也是一直受到肯定。 期待他未來的作品, 帶給我們更多精彩表演。 今日記分享就講道謝女。 如果你喜歡, 就不要論識你的定和點讚啦。 支持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。 視頻最後, 我還幫你推薦兩個精彩視頻。 下次我們再會。